国足要么索性大力搞一下举国体制德了 你比方说你先去这个底下 好好精选出一批有这个足球天才的这个孩子 然后呢从小就咔咔就通过科学的这个训练 先进了足球理念 好好地去栽培他们 足球这边啊 也别花那么几个亿 十几个亿的去外国请国足足帅 这钱反正他们也花不明白嘛 正好就可以投到这个举国体制的这个足球计划当中 上一次著名的这个篮球评论员杨毅老师 透露过一个事情 他说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啊 我们国家的这个进体师啊 就做了做了个决定 让三大球自谋出路 就是体操跳水这些呢 我们还是搞举国体制 是吧 国家出钱从小培养他到冠军为止嘛 足球篮球排球的话呢 就交给市场 就就就交给联赛 自下而上的呢 慢慢跑出人才 再见国家来去比赛嘛 为什么三大球当时就决定不搞举国体制了呢 第一个烧钱 第二个能不能拿金牌不决定呢 第三个的话呢 即便拿了金牌 男足一块金牌 跟全红禅一块金牌 不都是一块金牌吗 而培养全红禅 我可能只需要一千万 而让国足拿奥运金牌的话呢 我得花个一千个亿啊 所以这么一考虑的话 更加坚持上面的这个 把资源的集中起来 放到这个三大球以外的这个项目 当然你把这个三大球卡卡交给市场局搞 交给联赛的结果好了 不光把这个人搞坏了 把这个名气也搞错了嘛 你换句话说 你从1988年到今年2024年啊 36年过去了 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啊 没有搞这么举国体制的 而其他项目是搞了30多年 成绩斐然 那我们是不是也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期待 足球按照科学的这个方式 你去选人育人的话 也能出一定的这个成绩呢 其实你看这个女足女男嘛 女足现在的这个联赛基础 大家都知道 是吧 非常差 没人看了 所以说最后 他也不得不有国家出资 在那里培养训练 所以说成绩相对还可以 不至于那么拉胯吧 这个你其实你说对这个男足 是不是也是一种思路上的 这个借鉴跟启发呢 反正咱们呢 就双轨之进行吧 你跟这个世界足球文化 一致的那条路 就从普及到清训到联赛 到国家队 这一条通路呢 还是保存 还是让他存在 不能够这个抛弃吊胆 那如果说通过这条路 能够跑出一下 像吴蕾这样 相对优秀的人才的话 那也可以让他进国家队啊 但国家的这个主要架构呢 还是以举国体制 从小训练起来的 内置队伍为主 技术上呢 用世界上最前沿的 最科学的这个方式呢 去赋能他们 意志品质方面 反正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 训练文化 然后精神上呢 就别让他们受一些 乌七八糟的东西污染嘛 到时候争出成绩了 或者说国足不至于那么烂了 对不对 不用丢那么大的脸了 哎 或者说啪到时候 一亮相精神面貌 控酒率 团队倍和 战斗力之类的 明显是焕然一新的话 那甚至是破天荒的 对不对 还能够赢一两次韩日的话 那足球热情 瞬间又被点燃起来了 你关键这个事情反过来 又可以刺激足球普及 跟民间足球文化的 慢慢复苏且火热 是吧 那最终职业化 跟举国体制两条路 搞不好都走起来了 其实你从这个 两千年开始的话 国家已经在这个 校园足球 轻讯方面 加大投入集中力量 搞足球了嘛 但是毕竟目前的 这个足球舆论环境 实在太恶劣了 导致很多的这个家长 根本就不放心放手 让孩子去低球啊 如果说家长这边 不配合的话 你关键没改变的话 就像你最底层的 这个补给就做不进来 这个起不来的话 你后面的轻讯联赛 国家队 良性循环就被打破了 就起不来 其实目前就需要 有一个突发的这个因素 或变量的 啪给它介入进去 打破目前的 这个恶性循环 让整个舆论环境 可以好起来 你最直接的这个办法 就是国家队能先止损嘛 能稍微触定成绩嘛 而国家队要能触成绩的话 目前相对快的 那也就三条路啊 你要不要请一个 好的教练 合适的教练 要不要就请规划球员 要不就借鉴前面的 这个项目 其他的这个经验 搞举国体制嘛 前面两条路的话 已经证明了 失败了 不可能死路一条了 最后可不就只有 举国体制这条路了嘛 其他的话 大家自己说 还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们在相对快的 一二十年的这个世界里面呢 把这个中国足球 给拯救起来呢 你说呢